接下来四位导师 你们需要用亮灯的方式 来表明你们的态度 先从王侯组合开始 我家乡的朋友来了 我当然要给他站台 谢谢 获得一票 我相信只要有心 这背后的故事一定更动人 所以 通过 通过 谢谢 我一定下定决心 后半生 我为之为蒙古攻剑 这是我们的大文化 这是我们传承的 我必须把我的后半生的精力 全部放在这儿 您这都像获奖感言了 这边还没投票呢 这才两票 您至少给在一个战队 获得五票才能够 进行到一席之地 先来看看这边 范明导师 就是很感动 我当上你一试 我就像道明老师说了 我那是真是外打正招 但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 你那种透着朴素 和你身上这种精神 还有你说的 你把下半生致力于这个 把它传承下去 深深地感染着我 感动着我 是的 Come on come on go 谢谢 接下来 道明导师 很精彩 很好 谢谢 但是我期望下一个 因为我们弓箭 东西南北 都有这样的冷冰气的 其实如果说让我觉得心里 动一下的地方 是拉工人 他让我看到了一种传承精神 这是打动我的 不是他的工艺 也不是说我都是牛角 牛筋怎么样 不是这个 明明组合给了你一票 道明老师没有给 这边王侯组合给了你两票 所以接下来呢 清言说正式开始 我觉得今天这个项目啊 有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 是一个逻辑问题 首先 今天他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一个设议 但是他今天给我们介绍传承的项目 是他怎么做这个工 那问题就来了 今天我们要站在上面的 到底是一个工匠 还是一个射手 我觉得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做电视的时候 常常拿一个很大的形式感 来说一个也许很小的主题 设的技术 就是很大的形式感 但是真正的内涵 是保留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脚工 和那历史带给我们的那样 心刺神网的遐想 我觉得最宝贵的东西是这个工 是它怎么做的 是那一百多个工艺 怎么从那个牛角变成脚工 但是这个在舞台上面是呈现不了的 所以如果是射击就太弱了 但太强的地方 在这个舞台上面表现不了 虽然说我没有点击通过 但是你说的那个完全是两个概念 你是完全实用主义的 完全观赏主义的 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约里头 有口述还有 难道就不允许存在了吗 它不一定是观赏性的 它里头有历史 有自己的民族的记忆 有它的文化 有它的当时的辉煌的价值 你比如说我们从石头开始猎取猎物的时候 最后发展成弓箭 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你不能拿现在的小口径来衡量它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继承 其中很重要的是精神 刚才一直都在说是一种精神 是一种什么精神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宫的时候 这里宫里的每一支箭 在历史上可能是射穿的一个个生命啊 这个精神背后 它在历史上的历史衣和历史价值 是不是有着暴力的因素 有着扩张的因素 甚至有着对其他生命尊重与否的判准呢 如果传承到了今天 因为我们知道传还要成 曾经是这样 那是属于历史的价值 今天这个视角我们再看 有没有赋予这支弓和那支箭新的东西 我想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今天 你这个还是有别的问题 在那个冥冥组合青年团 我已经注意 站起了一个科尔沁的小伙子 这里有一位蒙古族的少年 两支开始 我来自科尔沁嘛 我们的科尔沁的名字就是 和弓箭有非常强的联系 我首先来解决这个暴力的问题 拥有强大不代表欺凌 但拥有强大是一个保护的基础 接下来是实用主义 我可以告诉大家 所有实用的事情 让我们活着 所有那些好像没用的事 让我们觉得活着有意义 最后一点 我可以告诉大家 狼真的不一定是蒙古人的图腾 但对于科尔沁人来讲 对很多蒙古人来讲 弓箭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符号 但它不简简单单是蒙古人的符号 它是属于每一个中华民族的符号 那是曾经我们共同强大的瞬间 也将是我们未来在精神上 共同强大的见证 这是我们所有人 共同的符号 谢谢梁芝 谢谢 好 一定能传承了 哎呀 阿芝啊 你很棒啊 非常好啊 接下来到了我们青年团 开始投票的时间了 玩猴组合背后的青年团 做好准备 现在导师已经给出了两票 如果有三个人投票 那么这个项目将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 开始投票 只获得了一票是吗 只有温文一个人支持这个项目留下来 其余的四位都没有投票 好 接下来 王侯战队 你们是没有机会和这个项目结缘了 想吃什么都可以 看一看明明组合背后的青年团 五位当中只有四个人投票 这个项目才可能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 所以五位青年团的成员 做好准备 开始投票 应该是不可能 什么 不可能 就是没问题了 有四位青年团的成员投给了我们的传承者 这就意味着 现在已正式进入到明明战队 恭喜您 接下来请您赴上一席之地 我今天要特别开心 我通过这种方式 把我们祖先的这种名片式的传统文化 展现给观众 展现给大家 我真是感觉特别高兴 我真是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